老老板你你怎么来了 不懂 你扰名了你知道吗 我扰名了 啊你年纪轻轻的一个人在家 能不能小点声啊 哈哈 我一没看电视我二没开音响 我三啥也没看我怎么就扰名了 你呀 球的叮当响啊知道吗 啥意思 行了不用你电视的 你这样 我有钱 我买来跟你一起出去 不是你干啥了吧 哎别客气 不是 不是你呀 哎老板你等等我 你听我解释吗老板 解释什么呀 我给你打多少遍电话你都不接 你留手机干嘛的呀 老板你等等咱俩一起走好不好 别跟着我行吗别跟着我 老板前面是墓地啊 怎么样 怕了吧 怕了你说一声咱那一块走 把班还我 明天别上班了你 哎老板 老板 哎呀行逼我的啊 哎 哎别动老板别动 嗯 前面有东西啊 别动啊 千万别动 老板 那我出去一趟啊 出去 这点是出去干嘛去啊 啊 那个我跟朋友约好了出去玩 出去玩啥这么大的班啊 装东西呗 装什么东西 你不是你非得看嘛你理不礼貌啊 我跟朋友出去玩几天 这几天不回来啊 这我装那换起的衣服 告诉你一声啊 你上哪去啊你啊 哎呀你管呢 今天吃的咋呀 挺好的 那我送你回家 要不你今天别走了吧 在我这睡吧 不好啊 我听说你不还有个室友吗 哎没事 今天不在家 那行 那我先送你上去吧 你啥时候搬那家 咋不和我说一声 和你说啥呀 我自己能弄吗 我不是心疼你吗 那么多东西啊 没事进来 走 老板 老板您咋来了 啥意思啊 我不能来呗 不是 我那意思是 这就是你说的朋友啊 我看看是女朋友吧 啊 怎么意思啊 这今天晚上有错事了 对啊老板你怎么知道的 我 行 我耽误你好事了 哎老板啥意思哎 哥 草莓师的没人出过来呀 笑笑吧 你长这么大了 这长得漂亮了 没人出来 过来来过来 他说你以前长的丑 可丑了没人出来 结果咱们不管了 上头上线的 我什么时候说的 真没人出来真好看 那个那个什么 我跟你和线回去 啊 大家先走吧 嫂子再见啊 不准处言 哎好 进去吧进去吧 他给我们吃一瓶 穿过黑眼死泪 追寻找雷银 妹夫 我爸妈养了二十多年的闺女 可交给你了 你看这对她好点 干什么呢哥 放心吧大九哥 我一定会对老板好的 对吧 但是大九哥 我爸妈攒了一辈子的钱 可都交给你了啊 你可抓紧找个媳妇吧 别让叔叔阿姨担心了啊 这个你就别管了 我自有数啊 我给你 全给他了 啊 一分没剩 对啊 哥你给我拿回来一半 你到底跟谁一起呢 那以后小冬要是欺负你的话 你不还得回来找我 我给你出钱啊 小冬 你对我没好点啊 不是 我走了 哥你拿回来一半哥 老板 老板 哎什么老板 哎什么老板 我是老板你叫谁老板 不是真的是老板 马经理啊 他老店不干了 又可以小店过来吧 我一说今天是周天 我可不给你管啊 再说了什么就什么店 大九楼没看到了吗 大九楼 哈哈哈 干嘛呀 那个九多少钱 两百 我去这么贵 要不要 那个多少钱 三个人去 行行行 我拿二百的那个 我拿十个能不能送我一片 啊行行 送送你一片 谢谢啊 啊啊等会等会 啊 你怎么给钱呢 都送我的呀 给什么钱 什么就送你了 我说十送一送我一片 刚才对吧 我那十个先放这 卖了走你这 什么意思 我没听你卖 每天每卖啊 这酒不是十送一吗 啊这瓶是送我那个 那十瓶先放在你这 卖完不就是你的钱了吗 对吧 啊 对对对 你懂的是吧 有了 那我拿走了 哎好 慢走啊 啊 这台你带来啊 点个羊腿 那个老板 你叫我丁一下 我上了厕所 丁一下 习习乖乖 不是叫什么 你刚刚把我车挂了 谁挂你车的你 我迷迷看那个穿黑衣物都跑上来了穿黑衣服他 就是什么 不是我挂的 就是说一般人撤滑了 你开这么大酒楼 我该开钱吧 我什么是挂 啊 行大哥 我想陪你 发队不严重 给我一千块钱吧 等着哥 哥 我跟你讲啊 我这个酒格是一千块钱 干什么 来一千三百八的酒 你拿着 不好意思啊 好酒 哎呦 等会儿大 那个 刚才你的车 我挂的 不是他挂的 你挂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就一千九百八的 人都不急跑 不是 我是老板 你还知道我 我 挺浪 你看啥你 我的酒 你跟我说这是我的酒 不是你赔我酒 我的酒 你不是我的酒 那么贵一千九百八呢 吃饭吗 点餐吗 我吃什么菜 你赔光了给我 来来来来 大家把手里一会儿放一放啊 老板有话就说 我就说一下 等等等等等会儿 我有个事先说一下吧老板 不是小的 我现在开会呢 你干嘛呀 不是 这不正好开会吗 所有人都在 我就把这个事挑明了吧 就是我跟马经理同时进到公司 凭什么他现在是经理 啊 这就不说什么了 再说他凭什么比我高一万块钱工资 马经理你也一万多 你公司高了 对他就一万多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 马经理为什么工资比你们高 马经理 我们公司那份合作 行 看着点学着点知道吧 这人学 喂 三牛啊 我们公司能合作什么钱 一会儿再签是吧 有人呗就是 行行行行好了 一会儿再 厉害哈 这的吗 不是就这是吗 谁还没个亲戚是不是 看着 哎 爸 我们公司那房租 找三五万吧 对 你是不选好是吧 小董啊 怎么了 来电话 喂叔啊 哎 啊 方 铺掌八万呀 哎好好好 现在知道了吧 走了 哎哎 我爸昨天就是在这裸奔的是吧 哈哈哈哈啊 啊 哎哦 哎哦 碰碰碰 不是你们怎么想的呀 不是 当时吧你爸 喝开心了 对对对对 要和我俩打赌 打赌 嗯对 赌什么呀 说 谁脱了衣服 留点跑一圈 就给谁五百块钱 你跑了 啊 啊 但是你爸真给了五百块钱 你也跑了 哎 哎那个马精灵都跑了 我我凭啥不跑 我肯定也跑啊 你俩什么有病啊啊 就为了和结果 骗我爸那一千块钱 不不不用 当时你爸就 后悔了扎着脑袋的 我俩一想吧 把钱退给他吧 对对对退给他 以后我们就闪了个钱 算你俩有点良心啊 对 我们就跟你爸说 他要敢跑一圈 我俩一人给他五百块钱 你把钱还吗 对 不是 他跑了 当时你爸一用一脱 翻了就跑出去了 半个小时这么见识 哈哈哈哈 然后呢 然后就被保安扔在你那地下呢 那保安嘴里还脱下呢 好小子 前两圈没追上你 这回被我逮出了吧 我叫你跑过 他怎么就抓的是我饭吧 啊 他抓的是我饭吧 不是 当我假装对老板贵你家贵熟 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人有一个把锁呢 你进去穿长镜呀 好了进去吧 你怎么知道他家门密码 昨天晚上你那打电话的时候我听到的 哈哈 是吗 是是 我怎么不记得了 哎你天天日里忘记的你哪让记得 快走吧 是 小冬你是不是来过我冰冰家呀 老板你说啥呢 我怎么可能来过这呀 哎老板你也帮我拿瓶水喝呗 想喝什么呀 给我拿瓶红牛就想 红牛 啊 你他说自己家呀还点上点上菜了 不是 他他家那个冰箱里就有冷藏的 你看看 你怎么知道这冰箱有 我不知道 我就是刚才溜达的时候看见的 我怎么没看见啊 瞎呗 你够不够了 老实交代 是不是经常来这 啊 我真没来过 我没事我来这看嘛 真没来过啊 没有 让你不干 卧室就没电了 你带充电器电了吗 那个他家有 就在卧室枕头底下就有个充电器 你一翻就能看到 啊 枕头底下 啊 我严重怀疑你来过我冰冰家 给我站起来 不是 老板你怎么能随便污蔑人呢 我还污蔑你 那怎么呢 人家床床底下有 污蔑线就知道 我看着了 你看着了 人家透支眼啊你啊 你看我不就是平时好奇吗 我溜达溜达 我就看见了 哎 这时候气死我了你 哎老板你干啥去啊 我让你吃了肚子 我找卫生机行不行 啊 那个在厕所 梳妆台旁边 第二个柜子里就有 不是年少没来过 哎呀老板你越生气了 别跟我说话我不想理你 臭王怎么这么卡呢 老板 量我来呗 我量我来 我量WiFi了 我我帮你量 你行啊小龙你 行 哎呦呦你等等我 他说我 不是 谁要要 老板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你们倒是说句话呀 这这处置 你说呢 啥时候跟我没结婚问你呢 啊 什么时候跟我结婚 不是啊 大哥你这句话有问题啊 他配不上老板 你别说话 这就因为这事啊 对啊 大表哥 你听我狡辩 啊 不不不对 听我解释 解释 解释吧 解释吧 主要是老板他智商不行 你啥意思 你啥意思 你 哎哎哎 等等等等 这我做个简单的华为测试题 测试一下怎么样 嗯 行行你你出吧 行啊 挺好题啊 一个人重120斤 猪重1000斤 桥的最大承重是1000 然后人跟猪如何一起过桥 啊 先让猪猪过桥 然后呢 人再过 对 请仔细听题是一起过 一起过 那就这样 呃 先把那个猪杀了 然后再一起过去 不对 你把猪恶受他就过去了吗 哎 哎 不对 先让猪从水里过 人从桥上过 或者是 呃 猪从桥上过 人从水里过 人都得从桥上一起过 你都得从桥上一起过啊 你不要退那 什么腿毛啊 不对 你一定要一起过啊 那你这样他给了没有 你把这个刺激过 你把这个刺激过 还不够下腿 你吃不够